欢迎回来 踏入10月份第一个星期一 上班族返回工作岗位 启动和病毒共存的新常态 人力资源部部长拿杜斯里·沙拉瓦南表示 如果政府没有落实工资补贴计划 全国将有大约290万人会因为大流行冲击而丢失饭碗 更会有超过30万家公司 挺不过疫情难关而关门大吉 来看一组国会快报 沙拉瓦南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汇报 大马统计局早前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劳动力报告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的失业率为4.8% 失业人数高达76万8700人 光是7月份国内就有9500人丢饭碗 部长认为 要是没有工资补贴计划 这项及时雨可能会有大约300万人因为疫情而失业 超过30万家公司被迫结业 沙拉瓦南说为了降低失业率 政府已经设立国家就业理事会 为人民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 另一边乡 企业发展结合作社部部长丹斯里诺奥马 在国会下议院汇报 疫情爆发至今 政府已经给国内企业家批准了高达50亿令吉的暂缓还贷福利 目前考虑继续再推行措施 协助受疫情影响的商家 诺奥马表示 企业发展部已经为国内中小企业制定了具体的长期支出计划 同时推出先租后买的政策 帮助企业家能够拥有自己的物业和资产 与此同时 企业发展部也配合数码化的发展趋势 开设企业家培训课程 提升国内商家的数码化转型效率 马兴设的电视采访报道 企业